哈喽,大家好,我是胡仙儿,最近孟婆事件引起很大争议,而且争议持续发酵,今天我就来聊聊孟婆。 孟婆,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,是地府中常住在奈河桥边,为鬼魂提供孟婆汤,以消除鬼魂的记忆去投胎。 孟婆的来历有很多说法,广泛流传到有三个主要说法。 第一个说法,孟婆原为天界的一个神仙,后因看到世人恩怨情仇无数,即便死了也不肯放下,就主动来到了阴曹地府的望川河边,在奈河桥的桥头立起一口大锅煮起孟婆汤。 鬼魂喝下后便忘记了生前的爱恨情仇,卸下了生前的包袱,走入下一个轮回。 第二个说法,孟婆就是孟江女,孟江女是中国民间故事,孟江女哭长城里的人物。 故事是发生在秦朝,孟江女和书生范喜良成亲才三日,范喜良就被官兵捉去修长城。 孟江女苦等一年,范喜良却音讯全无,孟江女十分担心,就亲自去长城寻找相公。 去到长城,却被其他的修长城民工告知,范喜良已经在一个月前累死了。 孟江女伤心地追问范喜良的尸首埋在何处,修长民工说由于死的人太多,埋不过来。 于是监工吩咐都填到长城里去。 孟江女听完后拍戴着长城痛哭起来,哭着哭着,长城突然倒塌了一大段,露出许多骸骨。 这就是,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。 后来人们把孟江女和孟婆联想在一起,说因为她的私父之情感动了上天,就免了她的轮回之苦。 并且让她在奈何桥盘熬制孟婆汤,让参与轮回的鬼魂们忘记前世的一切。 我个人是比较不认同这个说法的,因为孟江女只是民间故事,历史上并无孟江女这人。 历史学家认为孟江女的原形是出自左转的启阳期,这是发生在春秋时代,比秦朝早了好几百年。 至于我刚才提到的两个说法,一个是天上的仙女,一个是人间的美女,但为什么孟婆大多是老奶奶形象? 我想这应该是来自第三个说法,而这个说法也是我个人比较认同的。 第三个说法是来自玉利宝超,这是一本著名道民间宗教善书,又详细描述地狱的情景,对中国民间的地狱,因果报应观念影响颇大。 玉利宝超是宋朝一位秀为极高的修行者,名为但吃道人所著,某日但吃道人登高山修行时,进入了地狱,回来后写下此书,而书中有描写孟婆的来历。 孟婆神生于西汉,六年时集熟读儒家的四书五经,并装静的诵读佛经,修道凡事过去的是不思,未来的是不想的境地。 在世时,专心医治的雀人戒杀,吃素。 年八十一岁时,童颜喝饭,始终守经,未损童真,只知道自己姓孟,当时的人都称她孟婆阿奶。 后入山修真,一直到东汉时仍在,后来玉皇大天尊赤命孟婆阿奶为幽名之神,建造月望台,熬至孟婆她所有的鬼魂在转世前,怕因此她,始忘记前生的事。 好了,本节目就到此为止,请记得按下订阅和小叮当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